您好 欢迎收看1月8号大台东地方新闻 我是陆宇慧 原乡医疗资源普遍缺乏 这次有在地企业慷慨支持 捐赠达仁乡卫生所一辆全新的救护车 8号举行的捐赠仪式 并且由副县长王志辉代表受证 也代表县长饶庆林颁证感谢状 期待未来可以继续携手合作 守护乡亲的健康 达仁乡首席务师为全新救护车祈福 保佑车辆平安再送病患就医 这是在地企业捐赠给达仁乡卫生所的一辆全新救护车 8号举行捐赠仪式 并由台东县副县长王志辉受证 也代表县长饶庆林致赠感谢状 期待未来继续携手合作 为守护乡亲健康共同奉献心力 县府请全力来支持 不过一直找不到预算 来去更泰已经快10年的救护车 那这次真的非常谢谢 3D饭店用品的林总 还有我们萧富总 了解说达仁这个 再差三个月就满10年的 就已经是叫借零退休了 所以我们刚好这时候 一部新的救护车来 还可以提供给我们达仁 更多的方便在医疗部分 我们即使有很好的医疗救护站 像大午的20小时的 紧急医疗南回的救护中心 还有我们这边有达仁 像卫生所 以及有很好的医师 在这个地方 但有的时候 我们相信若是要出来 到这个医院做检查 或者需要这个医疗资源的时候 还是需要救护车的这个协助 经过我们这个媒合之后 我们可以将这个有效的资源 很有效率地用在我们的地方 在地企业回馈台东 并以实际行动关心地方 及对医疗服务的支持 而这辆现代化的救护车 配备最先进医疗设备 包括心电图监测 急救用具 以及即时通讯系统 总价值约235万元 确保医护人员 能够提供最高水准的医疗服务 在我创业初期的第一个现实 我在台东开店的第一个地方 然后我可以回馈给台东的乡亲 是我一直以来的心愿 那救护车刚好是 我在一个机缘之下 刚好直到台东 当然像这边有需求救护车 依然决然我就决定要捐赠 回馈给台东的乡亲 紧缅薄的之力去帮助台东的乡亲 是我一直以来的心愿 政府资源有限但名利无穷 这次捐赠不仅提升 南回医疗救护服务的品质 也彰显在地企业 与地方工部门的紧密合作 期待未来有更多企业 支持地方部落社区医疗服务 提升台东医疗量能 就讲解大人小报道